这个女人突然意识到 她的丈夫一天只值25块钱 就在不久前 她的丈夫出车祸死了 肇事者赔偿了30万 按照她丈夫的年纪来推算 在肇事者眼中 她的丈夫每天只值25元 女人名叫何杰 丈夫车祸身亡后 巨大的悲伤还来不及让她做任何反应 法院就给出了判决 她被稀里糊涂地拉去扔领尸体 被稀里糊涂地带去签字 她的丈夫一条人命 只值30万 肇事者以为她好商量好说话 却不知何杰还沉溺在悲伤中 此刻只有麻木 那个日日爷爷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 变成了一滩乳泥 她甚至在收到钱后 麻木地向肇事者鞠躬 直到回到家 婆婆的哭号声才让她清醒了几分 可何杰能做什么 警察已经处理好了所有事情 她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做 婆婆又因为伤心过度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当场身亡 何杰转身的那一刻 又是一样的呆愣 刚刚还哭着指责自己的婆婆 再也不能说话了 她整个人也都变得失了悔一般 工作时都心不在焉 恶好皆肿而至 她被幼儿园辞退 不知道该干嘛的她想去找肇事者 可那是高档小区 没有预约根本进不去 好在她遇到了原先班上的学生 阴差阳错的她成了学生家的保姆 站在学生家的阳台上 刚好可以看到肇事者的家 她想知道对方有没有和自己一样 仍旧活在那场车祸的恶梦中 可惜只有她一个人还留在过去 对面一看和气 甚至找来朋友开着派对 她们挂着彩带气球 那件事对于她们这样的有钱人来说 只是一个插曲 她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心里的复杂感情 只能被生活紧托着前行 就在这时她和雇主家的孩子 一起去了博物馆 她们看到了一块漂亮的虎棚 而她也听到了一段 让她大为震撼的话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块虎棚 专家说只二十的 而里面的那只小蚂蚁 顶多活了十天 就被松脂包裹住了 所以 你们大家来算一下 这只幸运的小虫子 活一天值多少钱呢 一只活了十天的蚂蚁 每天都值两万块钱 那她的丈夫又值多少钱 不解得她找到了高学历的男主人 我男人阿峰的死 人家赔了三十万 这样算下来 他一天只是二十五块钱 什么意思 阿峰死的时候是三十二岁 零三百二十天 加起来是一万两千天 三十万除以一万两千天 她每天只值二十五块钱 一个人的生命怎么能用每天二十五块钱来衡量 男人觉得不该这么算 可当贺杰问她该怎么算是 她也茫然了 就在这时 女主人回来了 看到坐在一起的两人 女主人神色有些不快 没一会就警告了贺杰 不会了 丹姐 贺杰低着头答话 她如同那块虎婆里的蚂蚁 任人摆布 不愿丈夫这么廉价地 她给肇事者打去了电话 嗯 我仔细算了一下 我老公回天只值二十五块钱 你啥这意思啊 我不太明白 嗯 你也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有点想不太明白 年轻人 你丈夫去世 我们按照最高的行为赔偿的 总的都是发路程序 所有的事情都算结束了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的话 我可以认为你是乔杂哟 如果何杰想要钱的话 最初也不会那么轻易地 在两姐说上签字 可她现在确实觉得 如果自己的丈夫 每天只值二十五块钱的话 那是不是还不如一只蚂蚁 她才知道快递可以到付后 给肇事者家寄去了一个 二十三块钱的到付快递 让肇事者再付出二十三块钱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自己的丈夫又多活了一天 莫过两天 何杰在借学生时又遇到了肇事者 她的车子和别人发生了寡层 何杰听说一辆奔驰车的维修费是四千五百块 她又开始计算起丈夫的价值 连车子挂层 肇事者都愿意花这么多钱 可她的丈夫仅用每天二十五块钱就解决了 她找到神婆 想问丈夫会不会埋怨她只收了三十万的赔偿 而三十万在一条人命面前 好像怎样都是微不足道的 责怪她的 还有丈夫生前的朋友 朋友嘲讽她远嫁过来以后 没能给丈夫留下一二班女 不仅得到了一套房子 还用丈夫的命摇身一变成了半个有钱人 甚至不如他们家养的一条狗 那条狗是丈夫生前养的 丈夫去世以后 她就每天等在马路边 等待自己的主人出现 仿佛在朋友眼中 何杰就该永远伤心 最好如同那只狗一般 永远沉溺在过去 她责怪何杰把老房子租出去 还不善待小狗 但她之所以离开老房子 正是因为她要全心全意监视那家肇事者 而把房子租出去也不是为了赚钱 她低价出租房子 就是为了让租户好好对待自己的小狗 可租户只觉得占了便宜 根本没关小狗的死活 就在这时 那条狗也被来往的车辆撞死了 何杰至此只剩下自己孤单单一个人 这一次她放声大哭 带着狗狗的尸体去找肇事者 还把在自己家的租户都赶了出去 可她还能做什么 她什么都做不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丈夫的死在之前一些 于是女人趁着天刚亮 悄悄翻进了一户高档小区 她找到一辆奔驰车 狠狠地用钥匙在上面留下了一道巨大的划痕 何杰知道车子被刮层的维修费是四千五百 她没拐一次车 肇事者就要付出四千五百 而她的丈夫只值二十五 这算下来 她的丈夫就又多活了一百八十天 可她之前记得快递却被退了回来 她有些气不过 再次翻进了那个小区把车给刮坏了 她享受着刺耳的声音 仿佛是她的丈夫在呐喊 车子两次的维修费是九千块 这样算下来 她的丈夫就又多活了一年 在看到对面那户人家因为车子争吵时 她终于笑了 可车子不再出现在那里 争吵也很快结束 对面又办起了派对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气不过的何杰打算去车库找那辆车 却意外遇到了肇事者一家 她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 害怕对面的人认出自己 知道自己就是挂花奔驰车的凶手 然而肇事者一家早就把她忘了 他们忘了不久前曾将三十万交到她手中 也忘了不久前 他们曾让一条鲜活的生命消失 她努力跑上前 想去找他们要个说法 可车子越来越远 离她而去 愤愤不平地她来到河边 往箱子里装满了许多石头 她带着一大箱子石头 假装是贵重物品 要到付给肇事者 可快递员却要查看里面的东西 她只能带着箱子 落荒而逃 她将石头一个一个扔进河水里 可她心里的石头却一直沉甸甸的 而不久后 事情迎来了转机 她用望远镜监视对面那户人家时 发现他们家里进了贼 她没有声张 而是迫切地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路过那群小偷的时候 她也没有说话 直到她听到警察说 这回人家被偷了一百多万的首饰 她愣住了 一百万换算到丈夫身上的话 她的丈夫就可以再回一百多年 人的命 没有贵重的首饰之前 就在这时 肇事者一家又回来了 听说当时家里还有其他人 因为目睹了小偷的作案过程 被残忍地杀害了 和杰愣在原地 她没有想过 一切会朝着这样的结局发展 原来无论是有钱人的命 还是穷人的命 都一样不值钱 一样容易消逝 她又找到神婆 神婆却只想了钱 你男人生活太辛苦了 你要跟我加钱 然而这一次 何坚没再继续追问 她起身走了 骗子 她释怀了 不再因为神婆的话感到惶恐 她回到家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中丈夫仿佛活了过来 那群有钱人还来自己家里参加派对 梦醒以后 一切又显得那样冰冷 然而这一次 她不需要再做什么 来证明自己丈夫的价值 她也终于和自己的名字一样 能够和一切和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